大家好,我今天又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一脚踢走文殊菩萨 五台山以前叫做清凉山,是文殊菩萨视线的道场 文殊菩萨常常挤着金毛狮子视线圣像 因此啊,五台山生命远过,学佛的人都十分向往 有位僧人也要去参访五台山 发愿要亲自见到文殊菩萨,他把山涉水 遇到了一只蜡鱼皮狗,那只狗啊跟他三天三夜 其中这位生人还不大在意 后来啊,觉得心里愿烦了,就一脚把他踹走了 在五台山上上上下下走了三天三夜 却始终没有见到文殊菩萨 连稍微像一点的都没有见到 他叹息自己的法缘不够殊胜 千里朝圣却无缘相见 只好十往下山了 下山之后,一位高僧问他这次的观感如何 他就详细描述这三天里的朝圣经过 高僧联醒他说,你见到文殊菩萨了 就是那条蜡皮狗 虽然懊恼万分 因为啊,他非但当面错过 还一脚踢走了文殊菩萨 今天故事之前到这里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等一下 Fourier